援助湖北我们大山东一对一的帮扶对象是湖北黄冈 大山东的各种仗义援助被人亲切的称为搬家式援助 今天两位教授来简单聊一聊山东与黄冈 山东与湖北黄冈远远很深 我们山东人对黄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在山东很多80后90后的眼里 湖北最有名的特产不是热干面 不是拉鸭脖 更不是武昌鱼 而是大名鼎鼎的黄冈秘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湖北黄冈市的黄冈中学 义军突起 各种奖牌状元层出不穷 风光一丝无两 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恒水中学人大附中 江湖人送外号 人才输送鸡 当年的黄冈中学到底有多支愣呢 几乎每天都有外地前来参观的学校代表 在韩曙家里外地的家长 学生也经常组团来瞻咬拜心中的这一圣地 黄冈中学太有名了 所以以黄冈中学命名的世界 黄冈秘卷开始风靡大江南北 作为教育大省 喜欢搞提海战术的山东高三党 自然不能放过这样的好卷子 于是乎黄冈秘卷就成了山东高三党 课外复习考试练兵的弊位 黄冈秘卷以难偏狠著称 成了无数高三党心中的噩梦 虽然黄冈秘卷并不是来自黄冈中学 跟黄冈中学也没有啥关系 可以黄冈命名的试卷 还是给山东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印象太深了 上头就上头